新成员 他叫斑斑 今年三岁 小时候因为物彩陷阱 而被截肢 赖赏与我特别片 漫画家画出总统与新领养的爱犬斑斑的互动 斑斑虽然少了一条腿 但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总统想起奥运场上为国争光的台湾英雄 和新政府部队 今天也是新政府 就职的第一百天 我们一如往常认真工作 为了民主 为了台湾 我们同样勇敢坚定 永不放弃 一百天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有好多个一百天 执政一百天只是开始 总统一整天心愁满大 不只接见纽西兰世界合唱大队获奖的队骨 感谢学生用音乐让世界看到台湾 一早总统还亲自前往新店安科国小 探视酒力队 他是今年获得总统教育奖的14岁学生张鼠民 与阿嬷相依为命的他展现强大任性履履夺下角力冠军 感动赖总统 我看你都全力以赴 我看你满身大汗 因为有些冠军不是永远的 另外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鞋量子也学进步 角力这个项目也练得越来越强 就能为台湾出个比赛 我听说你们那个鞋子嘛 数量不够 有些也破了嘛 那我送给大家每一个人一双鞋子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很安全很舒适的鞋子 让你们的训练能够更加的好 根据了解总统帮孩子添购新鞋 用的正是总统选举补助款 就在柯文哲拿选举补助款 帮自己买房产的此时 形成强烈对比 民事新闻最后报道